安史之论其实是被逼无奈,为什么要这么说? 由安禄山发起的安史之论,可以说是唐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 不过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安禄山狼子野心想要造反,篡权夺位。 但是如果能结合其他的史料记载,就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安禄山为什么要反,只是因为他的野心吗? 其实如果综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安禄山的经历来看, 或许会发现其实这是安禄山唯一的选择了。 安史之乱算是给杨贵妃的刚儿子安禄山扣上了一顶谋反的帽子, 让世人都知道了安禄山这个人是不忠不义之人, 但是仔细看看安禄山的生存环境下, 就知道安禄山的造反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其一,忌惮小人,要知道安禄山虽然位高权重, 但除了会巴戒皇帝贵妃之外和群臣的关系并不好, 特别和宰相杨国忠的关系更是差得要命。 杨国忠因为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成为了宰相, 全是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根本就不讲仁义道德和政治。 所以安禄山就没有把杨国忠放在眼里, 而杨国忠又整天和唐玄宗私婚, 安禄山就觉得杨国忠会在唐玄宗那说自己的小话, 让皇帝对自己下手。 其二,皇帝的想法, 要知道唐玄宗并不是一个窝囊的皇帝, 在当时的混乱政局中, 一举拿下皇位后, 开创开元盛世的皇帝能有多差。 而当时的安禄山是三镇节度室, 将近拥兵二十万, 那实力算是比较大的。 唐玄宗不可能对安禄山很放心, 只要是手握重兵的将军, 皇帝就不可能没有防范和戒备, 所以唐玄宗一定对安禄山采取了一定的制衡措施。 其三, 安禄山本身的逆反心理, 要知道宰相杨国珠整天都说安禄山要造反, 在宰相的带领下, 其他的节度室都向皇帝上奏说安禄山不老实, 要造反, 想让唐玄宗亲自把安禄山打压下去。 官场就是这样, 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事, 能为大唐设计考虑的人大概没有几个。 所以安禄山就被这些为了自己利益的官员们频频上奏。 安禄山身体里流着的是胡人骁勇的血液, 加上又有将近二十万的大军, 安禄山怎么可能任由这些小人随意揉搓? 这样来看安禄山的判论一开始说不定没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在众大臣的劝说下, 唐玄宗难免会猜忌自己, 可能就会落到和王忠寺一样的下场。 与其等到受尽猜忌被弄死, 还不如放手搏一搏, 指不定江山就换了个人做了呢。 再看看唐玄宗, 之前他算是收拾了不少的节度史, 安禄山也只是早晚而已,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部署, 安禄山自己就反了, 算是给自己省了不少事, 可也打得自己措手不及。 早在唐高祖李渊开辟唐王朝时, 李世民就已经有了很多个猛将和谋士为他所用, 一直为他保驾护航, 也为李世民后来发动玄武门兵变,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幸亏是李世民有着一双看人特别准的眼睛, 一众忠诚意识跟着李世民之后, 哪怕确实是为大唐的根基稳固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仍旧没有宣宾夺主的心思。 兢兢业业守着围臣的本分, 李世民也一心一意想做个贤民的好皇帝, 一度避免战火纷纷, 还百姓一片蓝天, 毕竟君州民水这个道理, 李世民深有体会, 水能载州, 亦能复州。 李世民有了谋臣大将们, 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在他的治理下, 唐朝的根基逐步稳固, 经济也在一步步上升, 所有事都在走上坡路, 朝好的一面努力发展着, 贞观知智深得民心。 李世民昭贤那事, 成了唐朝的表率, 以至于后来午后当权时, 也有样学样, 但是武则天在挑人用人方面, 显然没有李世民那么娴熟, 也有着许多后顾之忧。 像李世民时期, 为唐朝立下过汉马功劳的谋臣大将, 仿佛将朝堂当成了自家后花园一样。 却忘了现在已经不是李世民的时代, 所以遭到了武则天的忌惮。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 将唐朝以前的功臣都贬得贬, 杀得杀, 什么办法呢? 就是任用库立, 坐山观虎斗, 看他们窝里反, 虽然武则天这样做未免太残暴了点, 但确实不是为巩固中央皇权的一个好方法。 武则天全力成功拿到手了, 但是面对百姓, 他并没有显示出自己残暴的一面, 兴修水利, 减轻赋税, 无疑不是为了黎民百姓着想, 他的贞观一风, 让唐朝的繁荣得以继续发展。 将唐朝推到了一个盛世层面, 因为李世民和武则天等人, 一心一意为了苍生设计, 所以唐朝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发展趋势。 唐玄宗李隆基对治国礼政没有半点天资聪颖的成分在里面, 反而对编无谱曲有着极大的领悟力, 但是作为李唐的子孙, 尤其他还是一国之君, 哪怕自己有再大的爱好, 也得先把百姓安顿好, 才能想自己的事。 于是李隆基始终抱着一个谦逊的态度, 面对身边每一个人, 也学着李世民的招贤纳士, 手法广征各路贤才。 但是有功之臣, 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又来了个大精脚, 所以李隆基在佣人方面, 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看到李隆基这么孜孜不倦, 为了国家操劳, 忠臣两将也分支他来。 李隆基前程贞观基础, 后创开元盛世, 使得唐朝经济繁荣, 国力昌盛,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难以想象这样的场面, 竟然是一个天性爱好舞曲的皇帝, 打造出来的。 李隆基早年一直秉着做一个贤君的初衷, 却忘了自己的爱好是狮子歌赋, 编无谱曲, 看到国泰民安, 战乱不在, 李隆基也有点激扬, 就生了想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种念头。 本来一切都很相安无事, 直到有一天, 李隆基遇到了正在跳舞的杨玉环, 舞姿优美, 惊为天人, 不知道到底是被人迷倒了, 还是被舞迷倒了。 总之杨玉环就成了李隆基是在必得的一个游物, 人总想追求美的事物, 李隆基也不例外, 但谁知道杨玉环进宫被封为贵妃之后, 夜夜专宠, 从此君王不早朝呢? 可能是李隆基作为一个舞痴, 在和杨玉环彻夜探讨武学之精妙, 两人相谈甚欢, 况且如今天下太平, 早朝或不早朝, 其实也没多大区别。 还有可能就是李隆基逐渐沉迷在年轻冒昧的杨玉环身上, 看到年轻的他, 似乎感觉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不再默契沉沉, 所以一心全扑在家人身上, 早朝什么的自然也不重要, 但具体原因谁也不知道。 可有一点却是摆在了明面上的, 李隆基宠爱杨玉环, 宜人得到鸡犬升天, 连带着杨家人在京中也如日中天, 杨国忠作为丞相, 更是在朝堂上一手遮天, 甚至开始左右李隆基的决定。 外戚甘政, 杨国忠似乎有种野心, 时不时想要破壳而出。 而另一边, 安禄山则镇守在地方上, 对杨国忠攀着杨玉环的裙带关系, 把持朝政的行为十分不齿, 而且杨国忠总是以各种理由, 频频针对自己, 是可忍孰不可忍。 恰好安禄山又得知杨国忠通乎意图谋反, 可算是让安禄山带着个好气机了。 安禄山马上集结大军, 出兵直驱长安, 理由就是杨国忠通乎, 意图谋反, 理应诛杀。 但是安禄山也太心急了, 他带着大军浩浩荡荡, 大言不惭地说丞相想要谋反, 谁信? 明眼人都看得出, 是你安禄山已经向长安出兵了, 八成是你自己想要谋反吧。 面对安禄山叛军的节节逼近, 李隆基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一干人等逃离了皇城, 途经马为义的时候, 他的部下们却不走了,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直逃离并不是办法。 像现在这样局势什么的, 也完全没弄清楚, 应该将罪魁祸首杨玉桓立即处死, 以表示皇上并不会偏袒杨家人。 李隆基就奇怪了, 安禄山的说法是杨国中通湖, 杨国中要谋反, 虽说两人是表情, 但兄长犯下的过错, 小妹不应该承担啊。 听到这里, 李隆基的部下就赖着不走了, 大有一种你不听我的, 我就不听你的的势头, 看到安禄山叛军又连连进击, 无奈之下只得赐了杨玉桓百灵一条, 香消玉云。 安史治乱爆发后, 毗邻大唐的土藩也跃跃欲试, 想要趁火打劫正在内乱的大唐。 好在李隆基早年间打下的基础构建时, 否则经历这一场大乱斗, 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 很有可能就是一招回到解放前的模样。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 安史治乱为什么爆发, 到底是谁害了大唐, 这就得我们细细去品味了。 历史上, 诸葛亮责备令平庸的王平, 取代多谋的魏严。 诸葛亮用人, 基本上研习的是汉朝举校连一风, 注重表现出来的德行, 而好德胜于好才, 必有虚伪无能之徒表演的舞台。 那关于镇守荆州时信任的大将攀认, 弥方, 刘备的名林子, 见死不救的刘锋等人, 均为虚伪无能之辈, 一处击溃大难临头各自飞。 蜀汉后期, 非一强万有德无才, 大都将就材料, 最后文武百官, 悉数听命于弱智的皇帝, 纵然诸葛亮鞠躬尽瘁, 雍才北出, 只有虚伪道德家表演的蜀汉, 一言又不忘之理。 奉行德智的诸葛亮, 在用人方面极为苛刻。 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图, 是史学界对他的普遍指责。 自古君子真伪不可分, 但真才与草包总该分得清。 在蜀汉的君子大营里, 特立独行, 桀骜不逊的魏妍是公认的军事奇才, 但以得治国的诸葛亮, 却一直对他限制使用。 理由就是脑后有反骨。 所谓反骨,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 完全是物有之词, 便揽通体, 前台词无非是棱角, 个性。 而个性棱角, 恰恰就是人才的标签, 如何反要思想。 关羽公长沙时, 黄忠为严同为长沙太守韩玄不将, 韩玄怀疑黄忠通敌与杀之, 刀斧手把刀架到黄忠的脖子上, 那黄忠都没有丝毫反抗之意, 眼看老黄忠就将一命武户冤死在长沙城。 是魏严危急关头奋起造反, 血刃寒玄起意献成。 试想一下长沙一战, 没有黄忠可以, 没有魏严成吗? 如果没有魏严造反, 休说长沙城拿不下来, 就连老黄忠那颗头颅, 也早和身体分家了吧。 然而, 如此在战长沙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 就因为造反而遭到诸葛亮的排斥, 而成县后的黄忠, 一不投降, 二不杀身成人, 只是在刘备面前苦豪救主, 便博得诸葛亮好感为以重任。 这对魏严公平吗? 魏严的个性里, 的确有造反有理的成分, 但魏严的造反不是胡反乱反, 总的来说真的有理。 不妨回放一下历史, 个性突出, 致勇双全的魏严, 他反的主子, 从菜茂到寒玄, 哪个不是玩恶之辈? 哪个不该反, 这样的反抗精神, 难道没有可取之处吗? 刘备麾下, 再看王平与魏严, 到底谁对蜀汉的贡献大, 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接替马宿前, 王平一直以偏将副手行事出现,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而魏严自灵汉中二十载, 为振汉中。 他的那句,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 请为大王拒之。 偏将十万之众之, 请为大王吞之。 何等豪迈, 简陋将军王平, 说得出此等豪迈之言吗? 刘备时期的蜀汉, 造就黄金一代。 刘备用人也重德, 但刘备用人比较宽松, 容忍个性并善于用人至长。 在使用王平魏严的问题上, 诸葛亮与刘备截然不同。 刘备爱才众位亲王, 诸葛重德众王亲位。 刘备死后, 诸葛亮爱于亲皇不戒的人才行事, 不得不用魏严, 但却时常把魏严纳入普通战将议员, 甚至与陈氏滞留的鸭江并列。 对其始终不放手使用, 助长战绩平平的王平爬到魏严头上。 从魏严的最终结果看, 似乎验证了诸葛亮的先见之名, 脑后反骨, 此人必反。 但是不妨设想, 如果按照刘备的重用魏严之才的思路走, 魏严会反吗? 怀才不渝是每个人才人心改变的发端, 主帅总像贼一样防着属下, 属下的心能不起变吗? 诸葛亮在时, 魏严是不敢反, 而刘备在时, 魏严是不愿反。 对人才, 刘备看长处, 容个性, 而诸葛亮却不容有短, 求全责备。 世上人才哪有完人,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完人王平算是人才吗? 求全责备的结果是尽数拥才, 感化人才, 另有个性的人才从心里上有归属感, 这才是使用人才吸引人才的最高境界。 也是刘备高于诸葛亮之处, 由是使得前者在诗人的眼力上, 远胜后者一筹。 蜀汉之声就在刘备诸葛君臣河里, 谋取汉中大盛之时, 蜀汉之衰就在刘备白帝城死后。 表面上看, 蜀汉亡于未将邓爱的一次偷袭, 实际上人才的枯竭才是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 诸葛亮故去之后, 支撑蜀汉军事局面的两位大将, 姜维与夏侯霸, 竟都来自曹魏阵营。 可见诸葛亮在本土培养人才方面, 是何等的事半。 他没有为蜀汉留下足够的人才库, 在蓄财选财上, 他是一个不及格的主帅。 甚至可以说, 诸葛亮设置的人才官, 其实是场毁人游戏, 他至轻至差的准孝连选财法, 毁掉的何止一个魏严? 汉朝举孝连, 当然也产生了陈藩等人结, 然而过于考究得的体制, 缺乏公平竞争的程序, 也衍生了大量的伪君子, 这些伪君子大都是庸才。 东汉的衰亡, 说明举孝连选财体制已经走入死糊涂, 而蜀汉不以为戒, 秉承举孝连一封, 苦果尝尽。 在三国的北方土地上, 完全是另一番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 那里的曹魏阵营, 魏王为财适举, 英雄不问出处, 不计前科, 故人才分治, 门庭若逝。 三国归金, 进的老底侍卫, 灭亡蜀汉的邓安, 中会这样的军事奇才, 军出自魏国, 曹操用人制道, 汇集两朝魏晋。 东汉灭亡, 蜀汉衰败, 魏晋的兴起, 以朝是一个名礼, 举孝连用人制, 已经成为扼杀人才个性的毁人游戏。 违才事局, 取代孝涕违才, 乃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刘备最不相信曹操, 为什么投靠曹操? 敌人有时候也是救星, 这是什么意思? 公元197年, 刘备第二次投靠吕布, 驻军于小培。 听闻袁术指派大将几邻率军 三万来攻, 赶紧向吕布求救, 以策安全。 吕布平时就想杀掉刘备, 为什么不假借袁术的手, 来完成自己的愿望呢? 因为他心中有数, 一旦袁术打败刘备, 两军联合在一起, 自己就被包围。 所以才提出迎门设计的建议, 吓走继灵, 解除刘备的重围。 从这一个案例看来, 袁术一方面是刘备的敌人, 一方面也是刘备的救星。 我们的常说, 不要把敌人赶尽杀局, 留下一些敌人, 自己才不止松懈下来。 有时候敌人反而成为自己的救星, 那就更加喜出望外。 换名话说, 一切全凭我们怎么想, 把他当作敌人, 好像真的十分狠恶。 把他想象为救星, 果真一下子有了转机, 利用敌人来扭转自己的厄运。 反过来说, 吕布这一次原门设计, 救了刘备。 对吕布而言, 完全没有好处。 因为张飞随即夺取他的好码, 一百五十多匹。 说是吕布夺刘备的虚舟, 以此回报。 我们长期观察, 敌人是不是救星, 并非由敌人来决定, 而是我们自己的品味修养所做出的反应。 刘备以仁义为重, 经常有划敌为友的收获。 就算不一定变成友人, 至少从某一方面来看, 敌人已经成为救星。 吕布则不然, 自己不仁不义, 别人不可能以仁义来回报。 不但张飞夺他的马匹, 将来刘备还会夺他的性命。 就算这一次吕布不救刘备, 对刘备也不至有更坏的影响。 吕布做了这样的事情, 结果也是不得好死。 世道人心, 终究有其道理。 刘备最不相信曹操, 为什么投靠曹操? 桃元三结义的任务, 在匡复汉室, 为朝廷做出贡献。 所以先就董卓, 后投共孙赞。 桃前三让徐州, 刘备也不敢要。 先在董卓被赐, 李崔, 郭继记长大权, 照样残虐百姓, 控制朝廷。 曹操请先帝驾姓许都, 以皇帝名义下诏刘备, 要他起兵讨伐元术。 刘备心知肚明, 这不过是曹操的奸计, 但是亡命不可违, 也只好遵伴。 不久, 曹操表见刘备玉州目, 为了攻打张修, 曹操还和刘备合作。 刘备与吕布作战时, 下批为吕布所夺。 兄弟三人失散, 刘备匹马逃难。 孙前赶上来, 劝告刘备赞投曹操, 以图后继。 刘备可能也认为, 大丈夫能躯能伸, 何况眼前也没有更好的路可走。 因此答应下来, 一起寻小路头许多。 途中与曹操相见, 说起施佩城, 三二帝, 县妻小得惨壮, 曹操听了也为之泪下。 后来三人重逢, 一同居住在相府附近。 曹操表奏刘备军功, 引他面见县帝, 被尊为皇叔, 刘备的皇室身份, 曾经备受多游的怀疑, 说他炸成黄金。 经过县帝确认皇叔之后, 从此, 刘皇叔大名传遍各地。 可见我们常说极恶如仇, 并不是实施和事人, 对人人可以这样的。 刘备头曹操, 说起来匪夷所思,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但是因此而获得不少好处, 至少有和汉世最高当局互动的经验。 这是刘备妥协性良好, 所呈现的成果之一。 人生在世, 不能不和各式各样的人士打交道, 良好的妥协性, 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拓展。 如果再加上重视伦理, 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 那就不怕没有机会。 选择的弹性大些, 机会自然增多。 曹操自己违反纪律, 为什么割发代手? 为了讨伐张修, 曹操自统大军向南洋出发。 当时政治脉意成熟, 百姓不敢收割。 曹操宣布大小降校, 凡路过麦田, 但有践踏者, 一律斩首, 已是爱民的好意。 百姓听到这个消息, 无不欢喜称颂。 官军经过麦田时, 也都下马, 以手赴麦。 地乡传颂而过, 不敢违反曹操的规定。 曹操自己也小心乘马而行, 忽然田中飞出一只大鸠鸟, 吓得马窜入了麦田中, 剑坏了一大块麦子。 曹操马上呼叫随军的主伯, 迷自己剑麦的罪过。 主伯说, 丞相岂可一罪。 曹操说, 无字制法, 无字犯之, 何以服中, 并抽出自己的配件要自问。 众人赶紧救助, 郭家说, 古春秋之一, 法不加余尊。 丞相统帅大军, 岂可自枪。 曹操沉吟了很久, 说既然如此, 姑且免死, 便以剑割自己的头发, 置在地上, 说以割发代替斩首。 教人把头发传世三军说, 丞相剑麦, 本当斩首号令, 今割发以待。 于是三军悚然, 无不谨守军令。 后人议论这一事件, 大多以曹操玩弄全数, 不过用来欺瞒大众, 并不是真的要自问, 也不是真要随军主伯 按照军纪定罪。 其实, 这样的评论并不合理。 难道主伯可以照规定制曹操的罪? 难道大家果真睁大眼睛, 看着曹操自问而不加以救足? 不论曹操的心里怎么想, 不管曹操其他的事情怎么样, 我们都不应该就这件事来批评曹操, 因为换成其他的人, 大概也不可能照章定罪。 最起码曹操表示了, 自己应该受罚, 也愿意被定罪。 总比不声不响, 装成没事一样, 甚至还要找借口, 要好得多。 长平之战白起炸败又赵军进入包围圈。 公元前262年, 秦国将领白起率领秦军, 攻打韩国的野王成, 野王成投向了秦国。 野王成的视线, 使韩国的上党军同韩国的联络被切断, 上党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上党军太守冯廷同军里的民众, 一同商议说, 上党军通往都城正的道路已经被切断, 韩国肯定不能管我们了。 秦国军队一天天逼近, 韩国又不能就应, 不如把上党献给赵国。 赵国如果接受我们, 秦国必定恼怒, 攻打赵国。 赵国遭到武力攻击, 必定亲近韩国。 韩、赵两国联合起来, 就可以抵挡秦国。 冯廷派人到赵国通报, 准备将上党军献给赵国的情况。 赵孝成王得知, 上党军愿意归附的消息, 与大臣平阳军和平原军一起商讨, 是否接纳上党军归附。 平阳军说, 不如不接受。 接受他, 带来的祸害要比得到的好处大得多。 平原军表示意义道, 平白得到一个军, 还是接受他有利。 最后, 赵孝成王采纳了平原军的意见, 决定接受上党军。 公元前261年, 秦国攻占了韩国的勾势和利益。 公元前260年, 秦国派左书长王和攻打韩国, 夺取了上党军。 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 赵国在长平屯兵, 接应上党的百姓, 王和借此攻打赵国。 赵国派连破领军迎击。 秦赵两军在长平对峙, 战事日益扩大。 6月, 秦军攻破赵军阵地, 夺去两座城堡, 抓获了四个将官。 7月, 赵军高筑为强, 坚守不出。 秦军实施攻坚战, 攻破赵军阵地, 夺下了西边的营垒, 俘虏了赵军两个将官。 联波率领赵军固守盈磊, 采取防御态势与秦军对峙, 秦军屡次挑战, 赵兵坚守不出。 赵王对联波不与秦军交战颇为不满, 多次予以指责。 但联波仍然坚持固守不出的防守策略。 秦国对联波坚守不战的策略, 颇为头疼。 赵军长期坚守不战, 致使秦国大军滞留前线, 进退两难。 秦国承向范军认为, 联波是造成战争僵局的关键人物, 如果能搞掉联波, 就有可能打破战争的僵局。 于是, 奋居决定对赵国实施反监计。 奋居派人携带大量金钱赶赴赵国, 在赵国到处宣扬说, 秦国最惧怕的, 就是马夫君照射的儿子赵阔, 为将带兵, 联波容易对付, 他就要投降了。 赵孝成王本来对联波就颇为不满, 再加上听到很多联波将要投降的谣言, 便信以为真, 派赵阔取代联波担任前线赵军的主帅。 秦国得知赵阔担任前线赵军主帅, 知道反监计已经奏效, 就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暗地里派武安军白起担任前线赵军主帅, 让原来的前线主帅王和担任副将。 为了防止泄密, 秦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向全军发布命令, 凡有感泄露白起出任前线最高指挥官的格杀武论。 因此, 赵军始终不知秦军已经更换了主将。 赵阔一到任上, 就彻底改变了联波固守不战的策略, 调集军队对秦军展开全面攻击。 赵军发起攻击后, 秦军正面的军队假装不敌赵军, 向后逃跑, 而暗中派出的两支突袭部队, 却悄悄地从侧翼逼近赵军。 赵军追击正面扬拜的秦军, 一直追到秦军的营垒。 扬拜的秦军退入营垒坚守, 赵军攻击秦军营垒, 但秦军营垒十分坚固, 赵军无法攻入。 此时, 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 已经切断了赵军的退路, 应一支五千人的骑兵快速部队 泄入赵军的营垒之间, 把赵军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部分, 并将赵军的运粮通道堵住。 将赵军围困之后, 秦军派出青庄精兵实施攻击, 取得了局部胜利。 赵军见一世无法突围, 就构筑壁垒, 顽强固守, 等待援军的到来。 秦国为了将长平围困的赵军 全部歼灭, 在国内将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 全部征集到长平战场, 用这部分部队拦截赵国的救兵。 到了九月, 赵军断粮已经六十多天, 赵军士兵暗中相互残杀, 以人肉冲击。 赵阔建军队已经困扼到了极点, 就决定放弃固守, 用尽剩余的力量实施最后的突围。 突围的赵军编程四队, 轮番攻击秦军堡垒, 始终无法突围出去。 赵阔亲自披挂上阵, 率领最精锐的赵军与秦军厮杀, 战斗中赵阔秦军射死。 见主帅已经阵亡, 赵军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 四十万赵军一起向秦军投降。 秦军主帅白起对如何处置投降的四十万师分泛难, 他对部署们说, 前些时候秦军攻占上党, 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归附赵国。 赵国的士兵变化无常, 不全部杀掉, 恐怕要出乱子。 于是, 白起用欺骗的伎俩把四十万赵国降兵全部豁埋, 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年纪尚小的士兵放回赵国。 长平之战, 赵军总共损失了四十五万人, 赵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在长平之战的最后决战中, 白起使用了诈败的计策。 当赵军冲出营垒攻击秦军时, 与赵军进行正面对抗的秦军, 在交战一段时间后, 按照原定计划向后撤退, 并在撤退中装出溃败的样子。 赵军不知秦军后撤是诈败, 还以为秦军时真的溃败了, 于是对秦军穷追不舍。 而正在此时, 秦军的两支部队从两翼朝向赵军的侧后方, 待赵军追击正面的秦军到达秦军营垒时, 正面的秦军退出自己的营垒, 坚守不出, 而两翼包朝的部队切断赵军的后路, 将赵军合围并从赵军的中间泄入, 将赵军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部分。 秦军对赵军的合围是决定长平之战胜负的关键, 而秦军运用诈败的计策将赵军诱入包围圈, 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指挥直上谈兵的赵军主帅赵阔对于秦军的诈败毫无差距, 指挥大军乖乖地进入秦军御设的包围圈, 最终导致四十万大军禁数复命。